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如果相对上不是那么多股份有什么可以选择 而又想去hold股的话 博客真的对得挺深的 你A股也好或者港股也好 短期有一个憧憬反弹 而走势又有些憧憬 又好像有些冲动的话 各泰可以留意一下 但要小心一点 万一上日的低位 其实都不是差很远 都失迷 都觉得大家都要一个 嫌走纪律 止泄的情况都是要去做 上日的低位是7.26 实际上这也是还行 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平台区域 如果你想去突破 其实都未必正式突破到 钢轨站稳在上面 所以如果真的不是那么强 而是股市财源下来 都不是怎么站稳 或者连一个小小的短期反弹 都看不到的话 这些股其实都未必是能够做到那么强 甚至乎可能要很多钱 都要找一些高位的股 做一些profit taking 或者是要 因为可能有些人都要 尽管一些法律 反过来 对下去 我觉得都应该要致舌 要防守性强一点 还是继续 都比较难 短期来说